第四十一章 桃园对冷月 一 原来当日方辣和张书叶发现周同不辞而别 又看了他留的书简 知道他已独自下山访查真凶 心下不由甚是挂念 偏巧邵云心烧了一夜 极致清晨 病情却也大有好转 一睁眼 便看见了周同放在他床头的那管竹箫 他朦朦胧胧地记得 昨夜他半睡半醒之时 周同似是进过他的房间 低声软语地在他耳边说了一阵子话 还亲了他的脸颊 他起初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梦 直到看见了这管箫 才知道昨夜周同果真来过 他膝下顿时一寒 慌慌张张地跑出房来 却正听见张书叶说周同走了 便忙不迭地撞进屋来 从方辣手中抢过周同所留的那封字简 看了两眼 二话不说 便又冲了出去 想要就此下山 但没走两步 却又眼前一黑 昏了过去 方辣和张书叶无奈 只得去找林建然商议 可林建然遭了这般 亡妻丧子的大痛 至今却仍是昏迷不醒 二人与欧阳墨等名叫群豪 记忆再三 始终还是记挂着周同的安危 当下决定让韩世忠 和韩兵兄妹二人 先回兰州替张书叶坐镇 同时调动手下人马眼线 全力查访周同和凶手的线索 又留下司空文 江上丰 以及金建先生李柱和吕诗囊 等两位名叫首脑人物 带领此次上华山 元首的名叫静气 妙明 名向三堂的弟子留守华山 保护卧病在床的林建然 和邵云新的安全 而欧阳墨则与方辣 张书叶 求日新和百花一路下山 沿途打定 希望能改上周同的行程 众人记忆已定 刚要分头启程之时 邵云新却又跌跌撞撞地 抢了出来 说什么也要随方辣等人 一同下山 见众人不远 他便拿了冰冷森森的匕首 抵在胸前 大哭着以死相逼 众人皆知他与周同情深义重 见他如此 心下也不禁惨然 知道强留他在山上 他也必会设法逃下山来 搞不好还会弄出什么大乱子 晚半无奈之下 只得请金剑先生李助为 他掠拔了把脉 见他身子一无大碍 才决定带他同行 一行六人一路下了华山 到了华阴县城 可是人海茫茫 要找一个人也书非一事 大伙正犯难间 邵云新猛然想起周同 向来人不离消 现下他将消留在了自己身边 必然会再买一管新销随身 便拉众人到了县城里 唯一的一家乐器行 一打听 老板果然记得 前日的确有 曾这样一个客人 在店中挑了管销 还说那人买完销之后 便离开了 说是要去河南 众人心中一动 已然猜到周同 想要上少林寺 找在那里出家为僧的 慕隆伯 问个究竟 当下不敢怠慢 便一路追了过来 一直走到信阳地界 窒息了本院念三王传 帮主铁公大侠司 马行天与星宿老怪 丁春秋在鸡公山上 决斗之事 料想周同定会参与 便急急地赶奔 鸡公山 哪知就在前一天夜里 邵云欣 却突然又发起了高烧 依着方辣和欧阳墨等人的意思 本想刘百花 照看邵云欣 其余四人上山打探 但邵云欣 心中记挂着周同 又哭又闹 说什么也要上山 众人无奈 只得依了他的性子 但矫程却因此慢了下来 六人赶到鸡公山下之时 已然将近晌午 刚要上山 恰好遇见了被正魔王 轰下山来的那群星宿弟子 欧阳默认得星宿派的福色 心中一动 随手便抓了两名星宿弟子 略意询问 得知周同果然在鸡公山上 而且汪姑臣和明教的三大法王也到了 丁春秋也已然被八大王上官寒云 回龙道长乔道卿和周同三人合力降服 众人听了这话 心中不觉一宽 当即加紧上山 哪知走到半山腰 却见迎面奔过来两个少林老僧 又听见了崖顶周同的呼喊 众人还未及弄清是怎么回事 便看见末期园中突然闪了出来 一掌将周同打落了山崖 目睹眼前这幕惨祸 众人心头结实一番 少云心尖着嗓子叫了声 童哥 身子一软 灯是昏倒在地 一旁百花忙扶住了她的身子 芳辣和张书叶一言不发 眼睛里似是要喷出火来 怒吼一声 早已双双抢上 百花姑娘 你看好少姑娘 欧阳莫怕二人有失 叮嘱了一句 手中舌仗一挥 长笑一声 随即也飞身纵了上去 一直负着丁春秋 向前急奔的萧远山和慕容博 听到少云心的尖叫 直到有奇祸发生 忙回头看时 正看见周同的身子朝身谷中 急跌下去 不由双眉紧锁 念了声阿弥陀佛 对视一眼 掉头向山上急奔 此时 这边任德静 高太明和朱丹臣等人 以及名教 王传邦和丐邦的群雄 看见周同坠崖 也纷纷赶了上来 眼见莫其园中 已然无路可走 他却忽然怪笑一声 手一扬 只听轰的一声大响 一阵浓烟过后 身影却已然消失得 无影无踪 可恶 又让他逃了 欧阳莫恨恨地骂了一句 方拉和张书业 顾不得莫其园中的下落 却只扑在崖边 向下面生死历劫地 喊着周同的名字 但这绝壁之下云风雾索 除了二人呼喊的鸟鸟鱼音 和古堤隐隐传来的 隆隆水声 便是一片死寂 又哪里听得到周同的声音 欧阳莫急问司马行天道 司马兄弟 你久居鸡公山 可知这古地情形如何 司马行天沉默半赏 黯然道 这悬崖下面 虽没有林立的怪事 却是一条湍急的山剑 据说那山剑时 是一条暗河 通路一处溶洞 便不知流向何方 故此人们接管着 绝壁较断魂崖 称下面深谷中的山剑 坐落魂剑 我也曾试着顺流而想 想看看这山剑 究竟通向何方 但那水流实在太过湍急 非但无法行舟 就连求水也难得很 众人听了 君子默然不予须知 这次马行天 是名教中的庙水法王 又是纵横五湖四海的 王传邦邦主 论水上的功夫 可称得起是独步武林 线下就连他也对这 落魂剑无可奈何 周同水性本就不佳 又受了末期 圆中一掌 落到这落魂剑中 看来是九死一生了 正在此时 百花怀中的绍云心 忽然英宁一声 醒了过来 他一睁眼 哭叫了两声同歌 便猛地一把 推开了扶着他身子的百花 向崖边急奔过去 百花一个没提防 被他推了一个裂击 好容易站稳脚跟 却哪里还追得上他 无奈之下 指的尖声叫道 云心妹子 快回来 那里很危险的 少云心却哪里肯听 只向前急奔 他奔到断魂崖前 杀住了步子 向下望了望 只见下面白茫茫的一片 不禁微微有些目眩 众人见他没动 心下都略略松了一口气 少云心呆呆地 在崖畔站了许久 痴痴地自语道 童哥 你好无情你曾对我说过 天上人间 永不分离 你却为何为何狠心抛下我 一个人去了 没有我陪你 你一个人 难道便不寂寞吗 说着 一双水汪汪的毛子 眨了几眨 两滴猪泪顺着 他秀美 但有些憔悴的脸庞 滚落下来 打在了崖边的石头上 旁观众人见此情景 无不动心 汪姑陈等名叫群豪 和任德静等三人 纷纷低头接探 陈姑燕和吴长峰 默默地垂头不语 方辣和张淑叶 均是紧咬钢牙 漠然垂泪 百花却早已浮在 方辣的肩头 气不成声 慕容博长眉紧皱 轻轻将丁春秋 放在地上 与萧远山牌西附作 双手合十 眉目微合 低声念起 往生咒 来 可就在众人这一分神间 牙畔的邵云心 却滴滴地叫了声 断魂牙同哥 心没来陪你了 说着一咬牙 双足一蹬 便向这断魂牙下 永生跳落了下去 众人均没想到 他会突然跳牙 大惊之下 均震住了 眼看邵云心的身子 便要从牙上直坠下去 忽然灰影一闪 从旁边的古树上 梳地跃下 一个白发老妇来 只见那老妇 纵到牙边 长袖疏处 已然将邵云心的身子 卷了上来 接着大袖一甩 少云心悄眉声息地 轻轻落在了地上 方拉 张书业和百花 忙抢上去看时 却见他双目紧闭 却又昏了过去 第四十二章 桃园对冷月 二 见少云心平安无事 三人一喝 悬着的心裁放了下来 百花忙抬头 向那白发老妇道 老婆婆 多谢师父 怎么是您老人家到了 说着忙跑了上去 只见那老妇 颤颤巍巍地点了点头 却没说话 仲人一愣 忙抬头看时 却见那老妇 头如双血 二目无神 腿弯背驼 手扶一根藤杖 老太隆重 抬头看时